唇齿娇缠,幻情要尽数用下,绵长的一吻后,二人皆乱了呼吸,一阵天旋地转,魏英被蓝湛压在了身下,许是迷情相起了作用,又或者是酒力上冲,魏英脑中开始昏沉,他看蓝湛意识如此,蓝湛的声音低沉,最后一遍问道,你当真愿意? 魏英的双腿缠上他的腰身,愿,愿意,唤情要还未发挥效力,前夕要作足,不薄撕裂之声清晰响起,那件轻薄的红色沙衣散成两半,飘落余地,魏英此刻倒还在想,这意料不行,这般轻易便撕坏了,蓝湛的稳落于他颈尖,愈发猛烈,下身被,抵住,魏英本能得有些慌乱,他从未用过此药, 不知道他究竟何时才起作用,踏上现在发生的一切,都太过真实,迷情香混合着酒劲,魏英脑中愈发昏昏沉沉,难以抵抗这种感觉,他手心攥紧,竭力想让自己保持清醒,蓝湛吻上他的唇,颇有耐心地安抚他,魏英不自觉放松下来,无意识地迎合蓝湛的动作,到最后,一切全凭本能,香炉中的鱼, 离尽被太医细细查验过,除了安神香外,还有些许迷情香,两位太医一五一时禀告完毕,心中亦难免讶异,在宫中竟有人敢对陛下使如此手段, 且这迷情香效力不低,不似寻常义德之物,必定要严加追查,可看陛下的模样,并不似动怒之兆,蓝湛淡道,下去罢,此事不许外传, 两位太医对视一眼,垂手,沉等领指,屏风后,踏上人仍沉沉睡着,蓝湛谋色微深,自被他带回宫中, 献献总是谨慎提防,夜间睡得也不安稳,他便吩咐太医在寝殿香炉中配了些安神香, 又给自己备了清心丸,他倒是没想到,献献竟会主动如此,他究竟何意? 还有,这迷情香献献是从何得来?献献入宫时,以香楼为他收拾的包袱被仔细查验过,断无此物。 那么,等魏英再度醒来时,已是午后,他争着一双迷茫的眼眸,一时不知今夕是何夕, 蓝湛就坐在踏旁,瞧他这副懵懂的模样甚是有趣,俯下身亲了清他红润的唇, 紧背下,魏英为着寸缕,身上酸软极了。 这一吻,唤起了魏英昨夜记忆。 思绪回笼,魏英第一个反应是谢允靠不住啊,给他送的什么药,分明是在诚心害他,可把他害惨了。 腰上酸疼的感觉传来,魏英第二个反应是狗皇帝真能折腾啊,自己才拿了他一个月俸禄,这一下就让他折腾回本了。 他记得从前躲在青楼时,不慎有幸目睹一场春宫,也没见人能弄这么久啊。 这是唤情药的缘故,还是迷情香的作用啊。 魏英后知后觉,不禁悲从中来。 他现在真的不干净了呀。 蓝湛瞧人迟迟没有动静,眼睛乌溜溜,转着不知想些什么,俯身将人抱了起来。 紧背滑落,魏英下意识轻呼一声,转眸看见蓝湛眼中运了几分笑意。 那眼神意思很明显,没什么可遮掩的。 蓝湛替他披上一件衣裳,可还难受。 魏英默默摇头,不知怎地想起自己先前学的画本。 原来,是这种感觉。 蓝湛在他唇上亲了亲,吩咐工人传善。 今日善事特意背得清淡了些,有魏英最爱吃的八宝、田舟和水晶脚。 他搅动着银勺,却是食不知味。 蓝湛看他样样的模样,结果他手中玉碗,亲自喂他。 魏英,就着他的手,心不在焉地喝了半碗粥,就看见皇帝神清气爽的样子,还传了旨意,说要生他的胃粉,封了贵君。 殿中工人就纷纷跪下行礼,给他道贺。 谁稀罕这种名分啊? 皇帝今日显然心情甚好,赏了一众工人。 末了,皇帝捏了捏他的脸,又加了一句,说贵君俸禄加倍。 哦,那又怎样?俸禄加倍? 等等,前几日他看过宫中等级,策军一月三百两银,贵君一月是五百两。 加倍的话,魏英巍巍睁大眼,天! 不可思议,他忽然觉得自己好受了一点。 一点点,他其实也没有多讨厌眼前这个皇帝。 很少有人像他一般,对自己这么好。 他一直都记得别人对他的好。 就当昨夜是一场梦吧,什么都没发生过。